好 那我们就来关心 今天就是端午联假第三天了 今天天气重点 依旧是要留意午后雷雨的发展 但是发生的位置 逐渐偏向西半部地区 特别是在中部以北地区 机会最大 午后外出或者是到山区活动 还是要多加注意天气的变化 不过大部分地区在白天 天气仍然是多云稻晴 各地的高温还是炎热 来到32到34度左右 甚至在榆林还有花莲部分地区 可能迎来36度的极端高温 大家出门还是要留意 防晒工作的准备 好 我们继续来看降雨方面 台湾附近转为东南风的环境 因此在迎风面的花东地区 今天水气量有稍微的增多 偶尔会有局部短暂震雨 不过主要的天气变化 还是在中午过后 天气变得比较不稳定 并且今天的雨区会转移到 比较在西半部地区 东北部地区 尤其是在山区一带的部分 都有机会迎来局部短暂雷震雨 而西半部的地区 逐渐甚至在局部 可能这个雨势会持续到晚上 大家出门雨伞继续要带好了 再来看未来的天气走势 星期六日一三天 因为持续吹着东南风 天气状况是比较类似的 各地白天都是多云稻晴 依旧是中午过后天气转趋不稳 西半部地区 特别在中部以北山区 要留意大雨突袭 而到了星期二 星期三 降雨就稍微少了一些 高温一样会在34度以上 天气晴朗而炎热 接着到了下周四 星期四 星期五两天 由于南方水气的增加 也使得中南部地区 午后震雨的情况 就会变得稍微比较明显一些 顺带一提 到了下周四 太平洋高压北移水气增多 届时可能会有热带扰动 气旋等热带系统的发展 不过会不会成为台风 这不确定性还是很大的 后续也持续为大家来观察留意了 好 小丁你要提醒 廉价已经进入到后半段了 想到山区走走 要留意午后天气变化 还有各地出游 依旧要做好防晒工作 补水避免中暑 接下来带您关心 各地更详尽的温度预测 水避免中暑 水避免中暑 水避免中暑